眼睛干涩视力模糊怎么回事 杜扇霜副主任医师 眼睛干涩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有分病历性的还有功能性的 那么病历性的是由于 结膜的功能受到疾病的损害 或者是外伤烧伤 那么这种损害造成了 它的分泌功能不行 那么功能性的一般来说 就是随着年龄增长 那么它有一定的功能下降 那么肋液分泌不足 或者是蒸发太快 那么它都会造成相应对的出现肝炎症 那么目前在临床上 肝炎症的检查也非常简单 那么到医院以后 做一个肋液分泌实验 再做一个就是我们的肋膜的破裂 测定一定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 它的问题出在哪一个方向 如果说是肋液分泌不足 那我们在临床上就需要补充肋液 那么有一些浓度比较小的 没有防腐剂的 那么早期轻度的时候可以应用 如果再严重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一些浓度比较高的 人工类液进行补充 那么如果说蒸发过快 那么减板线功能异常 那我们就要根据减板线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发现满充感染 那我们就要相应的用一些药物 那么还有一些物理治疗 可以促进减板线的分泌 一些脂质成分来抑制这个泪液 蒸发过快 那么这要根据临床分析来确定 专家提示 一眼睛干涩分病理性的和功能性 二病理性是由于结膜功能损害或外伤 分泌功能下降 功能性是随年龄增长功能下降 三目前临床上干预症检查 是做肋液分泌实验 测定内膜破裂的时间 四肋液分泌不足 要补充泌液 如果蒸发过快 减板线功能异常 要用药物和物理治疗 配音 装 及 递 再